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宁想说爸爸的冒险任务就是亲妈妈一下 软刘争愣住了 脸上的表情从微笑转变为僵硬 宁志谦耍赖 要求换一个 重新选择了真心话 坐在远处的宁首正向宁想伸出了大拇指 相信这孩子还能继续助攻 宁志谦之所以与软刘争结婚 一方面是因为软刘争喜欢她 而她对软刘争也并不反感 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母亲喜欢软刘争 所以失恋后的宁志谦 和软刘争匆匆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刚结婚的宁志谦 对软刘争还没有爱 但是她许怒 会一直对软刘争好 而刚开始的宁志谦也确实做到了 所以结婚前妻的两个人 相处起来还算甜蜜 但是宁志谦刚刚从事工作 正处于考核提升时期 可以说是她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她压力难免很大 而为了承诺的那句对软刘争好 她把自己的糟心事都一个人承受了 软刘争看到的倒饭 换密码背对着她 其实都是事出有因 在宁志谦看来 这些都是小事 但是对于软刘争来说 董苗苗是她心底的一根刺 宁志谦的反常 总会让她上升到这个层面 所以 软刘争在攒够了失望之后 最终选择了离婚 其实 后来的宁志谦早就喜欢上了软刘争 不然她不会在美国拼命地学习 只为了早点回国陪伴软刘争 更不会在学业考核通过时 兴高采烈地和朋友去庆祝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她为回家而透露出的开心 竟然让软刘争产生了误会 成为了压倒软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 两个人最终走向了离婚 宁志谦六年前离的婚 却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这个孩子是医院的契英 他帮她做了手术 并把她领养 取名为宁想 宁想 想 不难看出 这是宁志谦把对软刘争的思念 全部都寄托在了宁想的名字里 所以说 通过宁想的名字 就可以看出 宁志谦对软刘争的爱 早就已经深入骨髓了 而六年后 两个人的再次相遇 其实都是宁志谦一手策划的 在原著中 失去软刘争的这些年 其实宁志谦非常的痛苦 所以为了追回软刘争 六年后 他设计她 再次成为了她的学生 让两个人有了重归于好的可能 而宁想也成为了神助攻 是宁想一次次为两个人 创造了见面的机会 把两个人绑在了一起 在宁志谦的追妻之路上 宁想是他非常好用的理由 可以说宁想的名字里 寄托了宁志谦的爱 而宁想更是助攻宁志谦追回了所爱